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nsorFlow2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一范数的计算 上一期我给您讲解的是二范数的计算 我们对不对 就是这个平方和开根号 非常简单 今天我给您讲解的一范数的计算 同样的简单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吧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使用TensorFlow提供的一范数函数 咱们计算一个向量该怎么做 首先我给您做一个一范数的定义 可能有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一范数的定义是什么 大家请看 一范数就是所有值的绝对值之和 举个例子 比如说您有一个数组 是一维的也好 是二维的也好 您里面有很多的数值 对吧 那么这些个数值呢 可能有正数 可能有负数 对吧 那么求它的一范数就是说 把数组中所有的元素的值 都先求个绝对值 负的变正的 好不好 然后再求和 这个就叫做求数组的一范数 或者说向量的一范数 非常简单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哦 好 咱们大家请看实战的部分 一上来先inport咱们必要的库 同时这有一个log函数 这没说的 然后咱们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数组 用的是TensorFlow润指方法 然后定义了一个有12个元素的一范数组 因为我用的是润指方法 所以说这个数组里面的元素的值 是从0到11 没有问题吧 OK 接下来我调用TensorFlow的reshape方法 把这个一范数组变成一个 四行三列的二范数组 便于咱们今后做轴计算 一会儿就做轴计算 然后第三步大家请看 因为这数组的值是0到11 它没复制 对吧 所以说我把数组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减一个5 然后咱们再计算 OK 咱们先到这步 看看咱们准备好计算数组里面的内容 Let's go 咱们还是用collab 今天给你用的是黑主题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间喜欢黑主题了 好 咱们先少叙注意看 Go 请看这个数组内容 从-5到正6 对吧 OK 那么咱们就对它求个一范数得多少呢 马上看一下 请一范数该怎么求 大家请看 用TF.normal 这个和上期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上期我除了这个计算数组之外 没有再传其他的参数 今天咱们传个ORD 计算什么 这个地方我写这个E 也就是说 今天我要计算一范数 如果这个参数不写的话 默认计算二范数 说明白了 OK马上运行 拷贝 然后咱们开个新的代码块 拷贝过来 一回车 大家请看 咱们这个数组 如果把所有的值都做个绝对值 然后再求和的话 得到的数值是36 有朋友拿计算机 您可以试试看看是不是得36 如果说您手边没有计算器 没法验证的话 没关系 我给您验证 怎么验证 大家请看 我准备了一个验证方法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TensorFlow给咱们提供了求绝对值的函数 同时还给咱们提供了求和函数 那么我把这两个函数上一套 是不是就是这个数组的绝对值之和 完全是 对吧 马上运行验证一下 一定是一样的 36 大家请看 36 对了吧 那么从而得证 咱们依范数的求法 或者说调用方法是正确的 没问题 咱们求到了所有值的绝对值之和 没问题吧 OK 好 接下来我再给您讲一点稍微难一点的地方 什么 按轴计算 咱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在调用这个范数求解的时候 我这又传了一个轴 因为咱们这个数组是四行三列 对吧 具有两个轴 x等于零是四这个轴 对吧 axis等于一是三这个轴 那么我先求等于零四这个轴的范数得多少呢 能不能求 当然能求 马上试一下 够 拷贝 然后咱们再建一个代码块 拷贝过来 然后运行 大家请看 我按x轴 按x等于零轴进行计算的话 它得三个十二 这三个十二是怎么来的 咱们看看啊 三个十二就是说 零轴嘛 是这个 四的这种 也就是说 -5它的绝对值 加上-2的绝对值 加上1再加上4 得多少 就得12 正好咱们这三个值都是12 再加 是不是 再加第二个十二 看怎么加的 第二十二 -4的绝对值 加-1的绝对值 加2加5 也得12 巧了吧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再加一个 -3的绝对值 加0 加3加6 也得12 那么咱们在零轴上 求范数全是12 那么就返回一个 有三个内容的 全是12的 一绝数组 好不好 OK 这个是在零轴球啊 接下来咱们在这个一轴 这个零轴一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 说顺嘴的是吧 总是喜欢说S轴外轴啊 其实应该是零轴一轴啊 因为它是多维的嘛 对吧 好咱们试试啊 go 好咱们看看 在一轴球值会得多少 为了让您看的方便 我把这个A数组 咱们再打印一下吧 打印到我的这个 球一轴的上方 好不好 在这咱们再打一个A数组 这样的话看的比较明显 注意看 go 大家请看 我按一球的时候会得什么 第一个是12 这12怎么来的 大家请看 是这个5的绝对值 加上这个4的绝对值 再加这个3的绝对值 得多少 5 4 3 12 对吧 没问题 那第二个3呢 第二个3是 这个-2的绝对值 加上-1的绝对值 再加0 得到3 对吧 那这个6呢 是这个1加2加3 没有绝对值 绝不绝对值是一样的 对吧 得6 最后15呢 4加5加6 得15 咱们按照这个1轴 又求了一遍1范数 这个呢 就是范数的求解方法 上期我给您讲的2范数求解的时候 您也可以按照轴去求2范数 都是没有问题 好不好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咱们TensorFlow求取1范数的使用方法 其实真的很简单 作为初学者朋友来说 您可能现在并不知道1范数今后咱们干什么用 我跟您这么说 您把它作为一个基础知识 等到今后您用的时候 您会恍然大悟 这些个都是一些个 咱们怎么说呢 咱们今后要做深度学习里面 咱们要先达成的一个共识 对吧 有这个共识之后 咱们才能够深入学习TensorFlow 深入学习深度学习 好不好 OK 以上就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下载参照本地运行吧 好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在下期再见 同时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频道 然后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拜托大家 好 今天的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咯 拜拜